这是地球上最恐怖的百慕大三角洲 几个贤命长的大学生才刚抵达这里 就发现身后竟有源源不断的鲨鱼出现 而仅仅一个背鳍就超过了皮花艇的大小 众人顿感大事不妙 连忙滑动小船想要远离此处 没曾想刚滑出三母 女孩就赫然发现那些整齐划衣的尖刺似乎不是鲨鱼的背鳍 看上去长得更像是某种怪兽的牙齿 而更为奇怪的是 在这些牙齿中间还存在着一张巨大的嘴巴 仿佛它存在的意义 就是想将所有来往的船只全部吞入腹中 男孩舰撞瞬间响起 这只怪兽应该就是传说中守护这片海域的海妖 下一秒 随着三人不小心撞上一枚尖牙 皮花艇就瞬间失去控制 小帅舰撞立马伸手妄图使用异能摆脱困境 然而到头来根本没有任何卵用 眼看小船急转直下 三人只好卖力抓住皮体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葬身于腹 随着他们沿着海妖的石道顺势而下 一阵乘风破浪后便成功抵达了肚中 可让三人始料不及的是 这里非但不黑暗 反而还一一声灰十分美丽 待他们冷静后放眼望去 只见地上到处都是破败的残骸 想必这就是在百慕大里失踪的船只 就在几人惊讶之余 男人就突然听到远处传来一阵声响 跑上前就发现一艘巨型轮船 而船长竟是自己的发小咔丘沙 原来他也是不小心被海妖吸入了肚中 为了能快点逃出去 他正在吩咐手下的丧尸 让他们加紧地修复轮船 打算万事俱备就冲出海妖的位 无料这时巨轮却突然开始摇晃 点看水流开始不断加速流动 而不远的尽头就有一只恐怖的生物 专门粉碎着途经的一切 不等众人做出反应 巨轮就开始急速地朝前驶去 哈丘沙连忙进入船室打算逃离此处 然而却为时已晚 幸亏船之内造才并无大碍 小帅健壮则连忙调转炮口 在不断的精准打击下 海妖的位带被瞬间击穿 请客接一吨海水就倒灌进来 哈丘沙见状二话不说 立马启动引擎 操作起巨轮便向着出口快速驶去 随着众人通过胃孔 迅速冲出海妖身体 他们这才成功地逃到了水面上 而就在众人正在轻幸逃过一劫时 紧接着小帅便突然发现 海面上出现了怪异的光景 男人见状顿时心领神会 所示的数字全是对应的坐标 这也预示着他们的下一处地点就此确定 接着经过一个月的航行 几人总算抵达了最终之岛 而在这里就有着他们一直寻找的羊皮卷 只要得到他就能解除村庄的诅咒 为了让家乡重回生机 几人随即便登上小岛 开始找寻羊皮卷的下落 随着他们的逐渐深入 一个巨大的洞穴就突然出现在几人眼前 而在这里竟生活着一只巨大的独眼怪 他正是守护羊皮卷的使者 几人见状不敢迟疑立马展开行动 是要将羊皮卷给收入囊中 不曾想却被巨魔给成功发现 危急时刻大壮及时出现成功吸引火力 而小帅则趁机顺利将其拿下 可巨魔却并不打算就此作罢 利用着自己强大的身躯就将其拦截下来 千军一发之际小帅连忙将其扔给伙伴 而巨魔也只能在一次次的击骨传花中前去抢夺 无料这事大壮却突然杀出自爆身份 巨魔见状瞬间上头 连忙开始追杀众人 大壮趁机一脚踢开绳组 利用顶灯阻挡剧魔的剑系 几人连忙将巨石一下 这才成功发现为夷 而后几人便捧着羊皮卷立马赶到村庄 随着小美将其覆盖到神术之下 一道耀眼的治愈光束 请客间就覆盖了整座森林 几人终于将故乡成功拯救了下来